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创业很简单 我创业只花了特币5000 到现在你看到的那一间店的一切都从5000块开始的 我现在在做这个米贝狗啊 我刚刚这层面床它是第一次发酵 一定要110 一定要110 就是我做的特殊 我摸过一万个以上的蜜蜗 米贝狗的原料很简单 就是米跟水跟一些糖 还有一些酵母 把它做出来就很单纯 我创业很简单 我创业只花了特币5000 到现在你看到的那一间店的一切都从5000块开始 它就是我买了一台二手的单车 一台摩托机 一个绿杯 就这样开始了 回来到池上说我姐姐在池上看民宿 我就接 所以我的单车还蛮好看的啊 让我摆一下嘛 我就在前面这样卖咖啡 而不是店喔 就是真的在人家民宿前面 有市集的时候我就去跑市集 那时候一个月只赚一两千块台币喔 但是我还可以在这里生活着喔 那你那时候会不会挫折 就想奇怪这样 难道就要这样吗 会不会一直都是这样 会害怕吗 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点害怕 但是也从来没有想过说 要回到都市再去做以前的工作 嗯 还好那时候我没有 没有做这件事情 不然我会失去掉更多 嗯 嗯 根本真的吃一块 你在池上可以看到稻田 可以看到山栏 就是山边的云 还又可以看到小麦田 现在又可以看到黄豆田 那池上最漂亮的地方呢 不是去走店 你去买你喜欢吃的东西 跑到一个风景 像现在这里风景 有没有地方坐下来 跟朋友聊聊天 吃个东西 这是这里最漂亮的玩法 我觉得了 但是我太太家政之前 就已经知道了婚礼要怎么办 在田里面办 那时候我还没有你主角喔 嗯 现在卖米贝果 现在也是卖咖啡啊 想要做不一样的事情 不想被工作绑住 就想要说 自己用一个很简单的单车 去把一些 像一些这样的市集 就这样直接冲 就过我想要过的生活 我们一个事实 虽然还没有写 哈哈 刚刚到 而且今天素杨有限 咖啡已经可以了 它能让我 当时可以让我一个人 自己自主 有办法让我吃饱了 再来贝果 有办法让我的太太 跟我的伙伴们 她们有办法在这里生存着 阿翔再见 我们做每件事情的时候 先考虑的 不是赚多少钱 是你呈现出来的 你自己喜不喜欢 就这样直接冲 就过我想要过的生活 这是我留最久的地方 就是我长大有印象的感觉 扣掉读书 那工作也是 工作就是这里是 自己创业嘛 对不起 这个工作 所以我最近是我做最久的工作 的东西 的东西 做最久的工作 做最久的工作 当然是我做最久的工作 去做最久的工作 做最久的工作 我跟 上台座 前面在小桌 就可不相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